诗给赏考100分看情欲片 身为一个老师居然这么夸张 新主线陆丰国小44岁自然老师林大佑 也是该校教师联合会的会长 一有23年教学经验 他被指控上月上4年级课时当大家面掌握学生 车方调查时意外发现老师其他言行失当事件 教处查访20多名学生指控他18项不当行径 车方调查报告指出 林大佑在课堂上播放一部写实的性级暴力的中国伪电影青春期 竟要求女学生学影片中的演员跳舞 还说若小考100分就可以继续看续集 没有满分就去操场裸奔 有三名女同学考试不及格 老师竟叫他们躺在地上 指着其他男学生说上 有学生询问什么是口交时 老师竟主动提起刚交 甚至将交水装进保险套 戏称是学生的生殖器 社方表示目前已将该名老师祭祀指申 借进后调查 苹果昨天到该校 多名学生在操场运动看到记者 还主动上前指振莉莉 你是在调查中间吗 我是被拔还是你是被拔 你是被拔那个东西 为什么你被拔 我们一般有几个女生就很害怕 就在居然考虑 还有职教育前面 你可能会想要教你自己想 上吧 上吧 怎么要上去 好 至于学童指控内容 校方表示现阶段为保护学生受教权及老师工作权 以案规定要求老师自行请示加回避 将透过教育部人才资料库 聘请三名校外专家进一步调查学生指控内容 两个月内召开视频会 如调查属实且情节重大 最终可依法将老师送宪教育局解聘 东新闻新竹报导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